中共高函统一 毛泽东被曝是最大台独分子 习近平担忧军事叛乱 中共防长地位降至史上最低 大陆女童危创手术身亡 医院掏空内脏尸检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网络《皇帝新衣》里的主角 你以为自己在网上无影无踪 实际上网络服务提供商正在偷偷地记录你的一举一动 无论你在哪里点击浏览什么网站 甚至在哪个页面上停留了多久 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以为开启无痕模式就能安心 那你就大错特错 数字时代 我们无时无刻都可能会被无形的眼睛盯着 别担心 ExpressVPN是你的网络隐形斗篷 ExpressVPN不仅能够隐藏你的IP地址 还能够把你的网络数据百分之百加密 让黑客 网络服务商 甚至那些好奇的邻居都无法窥探你的行踪 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偷偷买你的数据 因为 ExpressVPN使用的是经过普华永道审计的Trusted Server技术 保证无记录 无痕踪 真正的无痕模式 不仅如此 ExpressVPN还可以更改IP地址 瞬间解锁各大串流平台的全球节目库 无论是手机 电脑 平板 还是智能电视 只需一键点击 ExpressVPN就能够全方位的保护你的网络隐私 点击我们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ntdtv 即可以获得特别的额外免费使用三个月 这样好的机会还等什么呢 点击链接让我们一起成为真正的网络隐形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澳大利亚参议院8月21日无意义地通过一项法案 遏制非法器官犯运和活摘罪恶 这项2023年移民修正案 海外器官移植披露及其他措施法案 由西澳自由党联邦参议员迪恩·史密斯提出 并且获得自由党 国家党 绿党及独立参议员的支持 新法案要求所有入境澳洲的人 在填写旅客入境申报卡时 声明过去五年内是否在海外接受过器官移植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器官移植接受者需要披露移植的医疗机构名称 以及该机构所在的城市和国家 这些数据将被收集并汇总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提交议会 史密斯参议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媒体公告表示 这些信息对人权组织 医疗机构和澳洲政府分析海外移植趋势 协助证实海外器官饭运或活摘的现有证据将很有帮助 史密斯说 新法案的顺利通过是几十年来 澳洲在打击非法与不道德的活摘器官和器官饭运交易上迈出的最关键一步 湖南岳阳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周东英 因坚持信仰被中共关进洗脑班精神病院 并且被注射毒针 遭药物迫害滞滩9年 他在2024年中国新年期间含冤离世 消息8月20日才传出 据明慧网报道 周东英生前是岳阳市岳阳县 湖管局新州芦苇厂的会计 1999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 他修炼之后身体健康 放下了对家人的抱怨 家庭变得和睦 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 他到北京去上法 给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 曾经多次被绑架 被关押 被酷刑折磨 其中两次被劫持到洗脑班 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都遭所谓的医务人员强行注射毒针 被看管人员偷偷下毒药等 残酷的迫害使他生不如死 多次九死一生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见闻 中共日前发布22条新规 声称台独最重可判处死刑 中共国台办及公安部的官网还设置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专栏 并且提供检举邮箱 每当中共总把反台独的调门唱得真天响的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最早唱到台独的其实恰恰是毛泽东 中共中央8月22号 在北京举行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毛泽东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坚定不移反对台独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他没有认识历史 祖国的统一不单是毛泽东 邓小平的愿望 其实应该说是孙中山 蒋介石的愿望 因为蒋介石的年代就是希望中国统一 但是毛泽东 邓小平这些人去搞分裂中国 他们去搞红色的颜色革命 暴力革命 要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才出现了这个海峡两岸的分裂 6月21号 中共当局突然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外界认为以意见书台独的标准来看 毛泽东是台独分子第一人 毛泽东多次公开发表分裂国家支持台独的言论 1945年5月1号 中共党报解放日报发表 台湾等国流言党员致中共七大大会祝贺词 贺词中明确提到 中共长期支持东方各民族 包括台湾的独立运动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 中共解放日报在3月8号发表 支持台湾独立的言论 毛泽东提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 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 我们赞成台湾独立 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 根据大纪元百年真相纪录片 1919年列宁倡导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 共产国际 任务之一是操控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建立共产党 中共接手任务后做了一系列筹备工作 其中之一是主持起草第一个台独党纲 中共在没有掌权之前 实际上它是共产国际远东分布的一个支部 所以共产党在早期的主张当中 很多都是分裂祖国支持分裂祖国的 其实共产党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利益 从来没有考量过 它只在于它中共是不是能篡权 旅奥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 中共过去的历史不敢让人知道 其实就是掩盖它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 你说那个台湾是一个叛乱的政权吗 其实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1911年 比中共成立很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立于1949年 那么现在中共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呢 说统一是党的历史使命呢 其实它是要提高自己的慰望 欺骗中国的老百姓 尽管中共否认毛泽东当年说过的一些话 但毛泽东原文的忠实译文 仍然可以在美国汉学家 施拉姆编辑的八卷本 《毛泽东的权力之路》 1912至1949年的革命著作中找到 中共将国防部长的政治地位降至史上最低 新任防长董军未如前任那样进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 美国军事专家分析指 这反映出习近平试图降低军队的政治地位 原因是惧怕军队跟反对派结盟推翻他的统治 7月份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国防部长董军上将既没有进入中央军事委员会 也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这使得国防部长政治地位跌到史上最低 中共第一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 第二任国防部长林彪和第三任国防部长叶剑英 都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到八十年代之后 耿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 持浩田是以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委员身份兼任国防部长 然而从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至今 再没有出现过政治局委员或者军委副主席 兼任国防部长的安排 但是梁光烈 常万全 魏凤和李尚福 仍然保有中央军事委员和国务委员的职位 而在火箭军叛乱事件之后 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董军 则是连中央军事委员和国务委员的职位都被剥夺了 这意味着国防部长失去了副国籍地位 沦为普通部长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 舒斯特对新唐人记者表示 这不是对董军的降职 而是对整个军队的降级 我觉得 G is trying to reduce the PLA's influence and over the party and power within the party he's also I think looking at the PLA's diplomatic actions in a negative way 中共国防部长的职责主要是在中共军方与媒体 外国武装力量接触时代表中共形象 他希望外国的国家控制的占有纪念 他希望武器要纯粹地做什么他们告诉 我认为他认为 武器是太自动的 而对事情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禁止 the chief of the PLA the defense minister position on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he's looking at it and saying your job is just to execute policy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will determine policy if you think about it from that perspective G is trying to restrict the PLA's autonomy in the things that they can control and do on their own he's trying to bring them much more tightly under his control 習近平為何要削減軍隊的權力 舒斯特認為 這跟習近平的不安全感有關 I think he's afraid that if the military joins with the opposition he'll be remove from power 去年傳出中共火箭軍遭到整肅的消息 曾擔任火箭軍副司令員的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震忠中中將 和他的後任火箭軍副司令員劉光斌 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上將 先後傳出被抓 隨後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失蹤 去年7月 中共中央軍委為火箭軍任命新的領導層 印證了火箭軍原領導層遭到清洗的消息 今年6月 中共官方宣布 兩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和魏鳳和 因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 舒斯特表示 抓捕火箭軍軍頭和國防部長 是習近平威脅下屬對他忠心的手段 在李尚福失蹤3個月之後 海軍上將董軍被任命為國防部長 然而他也成為中共歷史上政治地位最低的國防部長 舒斯特表示 透過降低軍隊的政治影響力 習近平將軍隊更多地置於政治領導層的權威之下 大陸女童微創手術身亡 醫院掏空內臟施檢 日前 哈爾濱一名10歲女童在醫院做扁桃體微創手術時死亡 家屬質疑 為什麼孩子做微創手術會導致肺部大出血 這一事件再次引發輿論對中共火災器官罪惡的關注 8月中旬 哈爾濱民眾湯女士夫婦手持證件控訴 自己10歲的女兒在哈爾濱兒童醫院做扁桃體微創手術期間死亡 我們女兒叫林沐宇 8月6日做扁桃體微創 12點40進去 17點就被告知看孩子最後一眼 我們就想知道扁桃體微創為什麼會導致肺部大出血 我就想知道 我活摸那條的孩子進去做個扁桃體為什麼就給做沒了 8月21日 湯女士對陸媒稱 6日中午12點多 她的女兒被送進手術室做扁桃體微創 下午2點多 醫生說孩子咳嗽並伴有肺部出血 並告知要送進ICU 下午4點40分左右 她們進入手術室 發現孩子臉色發黑 口中全是血 手術室裡有10多名醫生在搶救 10多名保安對她們進行驅趕推喪 10分鐘後 醫生告知父母去看孩子最後一眼 湯女士指 在手術前的檢查中 孩子一切都正常 根本就沒有肺部疾病 因質疑女兒死因 她們同意施檢 據湯女士在網路公開的信息 8月13日施檢前 她得知 女兒的顱腔 胸腔和腹腔都被掏空了 我想問一下給她做手術的醫生 做這個小小的扁桃體微創手術能傷到肺嗎 有網民稱 可能是插管或呼吸機操作不當 導致肺部被吹爆 然後大出血人沒了 但也有許多網民聯想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惡 有人直指 臉桃體手術是不可能引起肺部大出血身亡的 這顯然是和老領導匹配上了 網民Shiel透露 她在哈爾濱職業律師30年 近幾年家長找她諮詢 在哈爾濱市兒童醫院 孩子拉肚子等原因 住院幾天就莫名死亡的就有十多個 這十年 保守數字在這家醫院死亡500個孩子 她說 需要我可實名作證 北京知名媒體人高瑜提醒 現在中國 年輕人不要生病 千萬不要手術 近期 一位武漢母親發視頻指控 她28歲的孩子腦外傷 到同濟醫院就診 醫生宣布腦死亡 並又逼她捐兒子的器官 7月22日 武漢同濟醫院發聲明 否認醫院又逼捐器官 仍沒平息外界的質疑聲 現在整個這個活摘器官 它其實已經成為了中共 它以國家行為來進行一個集體犯罪的 龐大的利益的鏈條 第一位可以說是這個巨大的利益鏈條 其中的一環 它們並不是各地 它是一個系統性的 是中共的整個以政權作為背書的 一個國家犯罪的行為 2023年10月 中共總理李強簽署國務院令 今年5月1日起實行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 同月 中共14個部門聯合發文 鼓動公民簽署自願捐獻器官同意書 並強力推動器官捐獻進校園 甚至脅迫家長簽署孩子器官捐獻協議 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則成立了兒童大器官移植中心 而陸媒頻頻報導少年腦死亡捐贈案例 加之大量青少年失蹤都被外界質疑涉及活摘器官的罪惡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2006年在國際上曝光 如今這一罪惡已經蔓延 連整個中國社會 下面我們來關注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江蘇泰州維權人士陸建榮、王宇及張廣和 因探望被解訪人員打傷的當地訪民徐薇寶 10天前被當地派出所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傳喚 8月21號 三人分別向法院提起訴訟和行政覆議 廣西桂林興安縣高尚鎮樂群村土地被強佔 村民維權抗爭五年無果 8月17號淩晨大批防暴警察突然闖入村中大肆搜捕 破門進入村民家中見人就抓 至少二、三十人被抓走 其中包括老人和婦女 江蘇蘇州樓盤璀璨平江因開發商降價100多萬售房 引發老業主集體不滿 8月18號在網上抗議要求開發商在24小時內 清退隱身籌的房源 停止降價行為 並撤回所有低價銷售信息 如果以低於評估價出售 需要對全體業主進行差價補償 甘肅隆溪縣的一批學生家長 花高價買了隆溪思源實驗學校附近的學區房 但無法究竟入學 8月21號家長們到學校門前拉橫幅維權 抗議教育局官員失職 中國經濟惡化 民眾消費降級 蔓延至租房 上海的房租跌到了2019年的水平 北京深圳等很多的熱門城市的房租也都大跌 然而即使房租降價也沒人租 以往每年畢業季都是租房市場的狂歡時刻 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從校園宿舍邁向出租物 讓房東和中介賺得盆滿駁滿 而今年情況截然不同 今年的中國各大城市租房市場悲觀 1179萬大學生畢業生帶不動租房市場 8月19日房產投資智庫米宅發文稱 上海不僅核心區的房子租金下跌 往外還走 租金下跌更嚴重 而有些房子即使降價也沒人租 之前能租8000的 那人家租的長 可能是3年5年的 那現在的話 租金基本上都下來了 最少下了1、2千了 根據疫居研究院的數據 6月上海平均租金降至2019年的水準 7月上海掛牌租房的平均租金跌幅再擴大 與2023年的平均租金相比下跌7.4% 不僅上海 北京 深圳 武漢 杭州 南京等很多熱門城市 房租都大跌 大陸市場資訊稱 一線城市租金連續下滑12個月 二線城市租金連續下滑8個月 瀋陽民眾劉女士告訴新唐人記者 她在瀋陽市區租房 房價比起兩年前跌了一半 劉女士說 當地的新房房價一路下降 所以房租也跟著跌 8月17日 中國證券報稱 北京租房市場和往年相比也很冷清 一名北京上班族說 原以為畢業季換房會很貴 沒想到房東為了留住它 主動降了1000元的租金 然而即使租金大跌 一些房子仍遲遲租不出去 一名北京西城區的房東說 往年房子一掛出去 短則一兩星期能成交 今年感覺房子很難出租 中國經濟惡化 在倒閉潮 財源潮及失業潮的重壓下 許多年輕人被迫逃離大城市 而中共推出大量的保障用房入市 政府和國企買了很多保障房入市 也把房租價格壓下來了 綜合作用的因素 使目前中國人不願意消費 儘量拿著現金過冬 對租房的要求 價格比較敏感 這就導致了本來是個旺季 現在變得非常的冷淡 房屋租賃市場 這就體現出中國經濟非常糟糕 大家沒有安全感 對未來抱著悲觀失望的平衡 近年來 中國大型房企接連暴雷 房地產危機深重 多省房價跌破千元 今年深圳多個新舊樓盤 更是以五折出售 但是有房屋中介表示 有樓盤已開售四年 去庫存化成績並不理想 遼寧民眾表示 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了清醒的認識 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來看他的聲明 遼寧鐵嶺的周伯超說 我是周伯超 經過深入的思考 和對歷史事實的瞭解 我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 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 做出這個決定 是因為我對中共政權的本質 有了清醒的認識 並且意識到其所犯下的 種種罪行與錯誤無法抹去 中共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發動了多次政治運動 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無辜生命逝去 破壞了無數家庭 中共的腐敗 暴政 對人權的踐踏 讓我深感痛心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 我無法繼續與這樣的組織保持任何關係 我聲明 從今日起 我不再與中共的任何組織有任何聯繫 退出這些組織是我為自己選擇 正義 道德和良知的一步 我希望通過這個聲明 表明我對自由 人權和真理的追求 願與中共劃清界限 迎接光明的未來 我堅信 歷史會證明 那些選擇正義與良知的人 終將獲得真正的平安和尊嚴 好的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